大家好 我是溫生豪 特別向大家推薦張錦嵐最新推出的寫真集 夏日倪蘭 喜歡他的宅男朋友 或者任何男生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本寫真集 我曾經在一次公司開會的時候遇到他 然後他那個時候比較苦惱 要拍一部電影 那電影裡面有許多 比較大膽的嘗試 那井然就特別 因為他對自己要求很高 他特別跟我說 哪些東西應該怎麼表演 哪些東西可以存在 哪些東西可以不存在 那我覺得他對於自己的工作 是非常有認知跟非常努力的 夏日泥蘭倒數 只剩下七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